你们能信吗 这四只黄元龟是一个龟友退坑转手给我的 还附带赠送了我一个80公分的乌龟缸 一个微服绿桶 两个200瓦的矿金加光棒 和若干龟粮 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 你们才花了多少钱 整整一千大洋 哎呦我的小生长 你们是知道我的 小暴一向生活拮据啊 这可是我一个月的零花枪 但是为了给大家做这些科普啊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呢 点赞 关注 加转发 退坑简陋 很舒畅 今天的这期视频啊 不是来向大家法尔赛简陋的 主要是能借此机会 跟大家科普一下 市面上的几种黄元龟 都具有哪些特征 也好让一些新手朋友们少走点弯路 现在小暴手里拿着的这个 就是一个安员 安员怎么挑 我之前就讲过 壳色并非要多红 主打一个蠢子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的这个安员壳色很纯净 一上紫摊壳 裙边的圆盾没有浅色色块 背甲圆润而且高耸 头部偏橘黄色 脸颊和下巴是偏红的 至于背甲是否连 头纹是否连 那都是个体差异 属于品项标准范层 看个人的追求 这四只小灰都是一个妹子样的 看不出来平时喂的比较多 身长纹挺宽的 不过状态很好 体型也不错 这只就是大陆圆了 一般大陆圆的壳色就没有安员那么纯了 通常在A盾的中心 还有圆顿的边缘有明显的色差 不过小暴手里的这些大陆圆色差倒是不明显 这只灰放在某些奸商手里 是完全可以冒充安员来出说的 所以除了看壳色以外 我们还需要看头部颜色 大陆圆的头部颜色偏青色 脸颊和下巴都不红 至于背脊相和头纹 大陆圆里也有连起来的 只知小一点的就是台圆了 台圆的主要特征就是黑 背甲黑 头色黑 脖子黑 四肢黑 反正都偏黑 不过要说台圆独特的特征 还要看他们的头纹 台圆的头纹大多是呈八字形 而且头纹边缘的黑线很粗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大陆圆和安圆的 头纹边线没有那么粗的 另一个就是 头纹的颜色呈亮黄色 有点偏柠檬黄 说到台圆 其实他们也挺悲哀的 现在只要是品相不好的 都归到台圆里 什么他背 断背极限 断头纹 咳色不原的 统统都归到台圆的特征里 其实人家台圆除了颜色不红之外 也能找到一些漂亮的个体了 同样安圆里面也有难看的 有的安圆虽然红 但是背夹不高 也不好看啊 起码我本人更重视高背 多于颜色 这只黄圆的颜色非常奇特 通体发黄 颜色偏亮 很多新手都觉得这样的黄圆很好看 其实啊 这种圆就是市面上俗称的温式圆 通过之前的描述啊 我们可以判断出 这是一只大陆圆 勒顿和圆顿的色差非常明显 头部颜色倒是和 非温式的大陆圆差不多 一般啊 像这种黄圆 小胞是不推荐大家买的 为什么 这种温式圆的体质 普遍较差 尤其是温差的抵抗力 偏弱 比较容易生病 有人说 温式圆的浅色会慢慢的退去 恢复成正常体色 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也有很难退掉的 像小胞手里的这只 就没有退掉 黑色素还是没有沉淀 当然 如果有朋友就是喜欢 这种颜色的黄圆 那也没问题啊 这龟的前主人 就是看中它的颜色奇特 才选择它的 不过商家好像是骗它说 是变异龟 它才性高财力的手下的 有 好了 借着这次简陋的机会啊 帮大家把市面上的 几种黄圆龟都团点了一遍 虽然这次黄圆龟 并非是我带大的 不过我不会辜负 前主人的所托 之所以那么低的价格 转让给我 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吧 既然来了 就好好接纳他们吧 之后的视频里 我也会经常让他们出镜 让原主人 能够经常看到他们的成长 也算是一种牵绊吧 我是夏宝 我们下期再见了